大家好,欢迎来到《政治手》 本周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处在早期阶段 尚未发布Token,又具有潜力的项目 在视频开始前,需要提醒的是 视频内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仅做研究和学习使用 更多细节还请各位做更深入的了解 近期,在市场预冷后 NFTFi相关的循序是逐渐兴起 除了被广泛讨论的SuitSwap之外 NFT借贷、流动性、衍生品等多个领域 也有不少值得关注的项目 1.Arcade 对于目前NFT的持有者来说 一个问题是持有不能获得收益 只能将NFT拿在手上 因此,Arcade提供了一个点对点的 去充金化NFT借贷平台 基于其自主设计的Arcade的资产托管协议 该平台可以让需要贷款资金 且持有NFT的用户 将资产存入由智能合约控制的Vault 并设置一定的清算条件和利息 而持有加密货币的贷方 则可以在平台上寻找和筛选解放 并给他们提供贷款 并赚取利息收益 为了增加信任 Arcade的代码在Github上已经太原 并且经过了四轮不同机构的独立审计 项目近期正在着手VR版本的建设 预期版本上建后 将会支持更加快速的获得流通性 对空头更加友好的贷款 以及更多的贷款拓展功能 从数据表现上看 Arcade每月的使用用户数并不多 但累计的NFT贷款总金额已经达到了2000万美金左右 随着版本的优化和NFT借贷叙事的发展 Arcade的后续可能有更大的钱 2. NFT Perp NFT常见的高地板价往往将用户拦在了门外 更不用说那些优质的蓝筹NFT系列 除了持有NFT之外 是否还有其他参与NFT的方式呢 NFT Perp 则提供了一种答案 对NFT进行做多或做空 NFT Perp 在以太坊二层网络Upcom上勾结 通过AMM的方式形成DEX 可以对各种NFT进行永续合约的交易 通过实时计算NFT的地板价 形成预言机价格输入 用户可以在NFT Perp上进行 至多5倍杠杆交易的合约 通过合约进行获率 而无需真实的持有NFT 在通证方面 NFT Perp 的通证被命名为NFTP 使用通证可以在合约交易时减密手续费 以及拥有更高的杠杆倍率 不过其通证目前暂未发布 项目目前处于非常早期的测试阶段 从测试页面来看 用户可以进入其网站 免取测试代币 模拟BAYC的做多和做空 可以看作一个早期的交互行为 或许是否有空投还未确定 同时也可以无门槛地参与官方的答题活动 题目无关对错 全部回答后即可获得一个NFT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访问视频中的评论区参与互动 此外 从路线图上看 项目接下来将寻求种子的浓资 并且完善BETA测试 同时开源其代码并发布审计报告 在NFT市场一直缺乏合约机制的情况下 NFT Perp 也许值得关注 后续功能的完善情况 3.Tether Tether也是最近两周比较火的NFT项 其前身是著名的NFT碎片化协议FreshNo 目前更名为Tether 并在最近比较雄式的市场环境中 拿到了Paradigium领头的2000万美金的A轮工资 项目的主要功能非常直观 就是允许多个用户以组团的形式购买NFT 将一个NFT的所有权碎片化 让多个用户部分的持有一个完整的NFT 更多的功能也在持续完善和开发中 目前Tether的创始成员开过一个播客 同时伴随发布了一个NFT 所有用户都可以以较低的价格命令到这个NFT 并解锁Tether Discord中的一个身份 但该NFT和身份后续是否会有听头和其他考数还未定 感兴趣的观众也可以在评论区的链接中访问了解具体的情况 以上就是本期栏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大家点赞关注收藏钻石手频道 如果您有更多的早期项目线索希望分享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或私信互动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